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有一个那个个人印象就可能以为周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老艺术家的这种感觉 也不是老艺术家吧 中 中艺术家的这种感觉 但是就是这次来桃花步然后随着大家的熟悉 周哥也就玩的特别的嗨 嗨 有一天在disco一个五天周哥直接带着一个头套 就开始在那蹦递啊 当时就是我跟周哥开玩笑说 说呀周哥你这个碎一地啊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后来周哥也是特别荒废着在玩 而且今天我们还约了要去打篮球 哈哈哈 现在打篮球谁的技术是最好的 当然是我 no push分房的时候 你在视角里哪一位污名投 那我的表情是最明显的 直接摊牌了 不装了 我就直接都是一只手放进去投的 你怎么看待集体生活要牺牲一些个人意志这件事呢 就是如果他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一个无障碍的沟通的前提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就不是一个问题 你去做好一个坦诚的沟通的前提下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时候就可能不会去牺牲到这个所谓的个人意志 如果有这个沟通前提下 就算是失去了那个所谓的个人意志 那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能接受的 那这一季的话你选室友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我觉得同频吧 大家是共评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一季还有没有哪位人是你很想尝试一下当室友的 目前对我来说挺饱和的 现在身边这帮人就是我认定的人 没有在星天的位置了 你跟君哥玩闹的那个场面就是有上热搜嘛 不然君哥歇会吧 哎呀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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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其实上一季也是 一个再到一个在校的场面出圈了 那这一季你们两个人主打什么呢 主打一个 安静甜美 上一季君哥说应该有一个行为艺术是陪你玩一天 那这个行为艺术这一季有实现吗 真的 这个真的好玩 应该有一个行为艺术就是陪王河迪玩一天 哈哈哈 你试试 我写一年 哥哥你明天天 我写 这一季我可能我身边家人们就是或多或少都完成一点 但当然完成的最最最好的和完成的最佳的肯定也是还是君哥 君哥是属于超额完成这个事情 他不是一天他是每天 那除了君哥之外还有谁就是有达成这样的目标呢 有比如说 书莹姐啊 孙怡啊 婚姨啊 婚姨人啊 就是我们这帮室友 上一季其实和君哥还有大镜是组成了三撒组合嘛 我们三撒集团今天正式成立 那这一季少了大镜 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组合产生呢 嗯 那就是这个新的三号屋这个家庭成员嘛 这个家里面就是 有个大哥有个大姐带着三个弟弟妹妹这种 然后家里的家庭的氛围觉得那种很欢托很愉快 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大家能有很多共同话题 能聊到一块去的这样一个组合 那你是什么单单 我是氛围单单 作为桃花屋的打击 你的交友大招是什么 我的交友大招就是无招胜也无招 在这个社交的时候不走套路就是真心对待大家 路透之后然后很多人觉得单单姐还有国立哥跟你在一起很像一家三口 你会有这种面对前辈的社交压力吗 当然当然我第一次见丹麦和见老二的时候都会有那种紧张感 因为觉得他们是前辈 怕在他们面前做到一些不妥的行为和一些表达吧 我觉得是但我觉得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 当你和他们熟悉了过后跟他们互相了解了过后 我觉得就是现在是把他们当成一个很尊敬的好朋友 就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现在的相处就觉得很轻松很愉快了 我是觉得跟前辈们的相处的时候 其实放下一些自己内心自己给自己的一些负担 试图的去尝试这种就是没有负担的和他们沟通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期待一个好的效果的事情 之前有一个话题叫看完和地路透跟看iPanda频道一样 有选一个当自己的表情包吗 没有都大致都了解什么跪在地上打水枪啊 什么划船啊什么翘翘板啊这些我都看了 那你回看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呢 心情还不错呀就是看了我觉得挺好玩的 微博之前是有发成家书没求的照片嘛 手机可以这个造型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造型呢 那你觉得他蛮可爱的嘛 然后也蛮符合成家书这个设定的 就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表情 下面是我们的快乐快答 只是此刻想到一句rap是 iGallery 现在最自豪的拿手菜是 爆炒鸡丁 桃花屋里谁做菜最好吃呢 王川军 狼人杀你最擅长的决策是 狼 最近一次和千年好友打篮球是和谁 昨天王川军 健身时花最长时间练的是哪里的肌肉 到夏天了的话偏手臂 因为夏天了要穿背心嘛 孙悟空和陆飞同时掉雪梨你会救谁 这很难选我两个都就 但是从理性分析 孙悟空都能去东海龙宫拿金箍棒 好像也不太需要就 陆飞呢不会游泳 那我就就陆飞 那更喜欢一个人唱歌 还是当着很多人的面唱歌 当着很多人的面 就我是以人来风 就是如果是就是用演出什么的 就是观众越多或者是就是朋友们越多 我就会越兴奋越嗨 我要给自己点100个天赋点 你会怎么分配 比如说给唱歌多少 给运动多少 那我就给自己的表演80分 给剩下20分给篮球 请教大家两个特别好用的酷炫拍照pose 剪刀手 请用特别的方式安利一下50公里桃花屋3 哎呦这也是桃花屋 在这里我过得很舒服 只要你来了就不会想出 最近天气炎热 大家要多多喝水保护嗓子 调和身心 欢迎大家多来桃花屋看看 让我们把快乐带给更多的朋友们 让我们把快乐带给更多的朋友们 好 是 感谢观看